一山不容二虎。 这句话用来形容美俄两国在合适不过。 自冷战时期开始,双方就一直摩擦不断。 直到今天,我们仍然会看到俄罗斯和美国互打嘴仗, 甚至经常威胁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。 而作为强硬派政客中的佼佼者, 俄罗斯总统普京跟历任美国总统都不太对付。 随住高举美国优先大旗的特朗普上任, 双方的矛盾更是越来越激化, 陷入到一个难以逆转的尴尬局面之中。 不过战争永远都是一个拍多拉的磨合, 谁都不愿意去心意触碰。 因此,双方虽然一直在暗中较劲, 但并没有做出太过激的举动。 就当人们以为这种紧张的局势会持续很久之时, 双方的一个举动让人大跌眼镜。 本月三日,时隔一年多之后,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拨通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话。 两人包了再一个多小时的通话, 探讨了许多问题。 特朗普甚至还声称和俄罗斯等大国相处是好事。 就在特朗普和普京互通电话不久后, 美国国务院还于11日宣布国务卿蓬佩奥, 将于13日开始,为期三天的访俄之旅。 并表示此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与俄罗斯改善关系。 当然,有道是无力不起早。 身为商人的特朗普, 不可能就这样简单的像普京服软。 此次访俄, 其实大有一番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味道。 据俄新社12日报道称, 蓬佩奥表示, 在访俄期间, 他打算与俄方讨论委内瑞拉局势、 叙利亚等敏感议题。 他将使劲浑身解数, 让莫斯科不再干涉华盛顿在世界其他地区发起的对抗行动。 因为在很多重大国际问题上, 美国始终无法绕过俄罗斯。 莫斯科的存在, 就直接让华盛顿有点投鼠忌气。 不敢打稍微冒险一点的主意。 而白宫也知道单一的外交手段, 不可能让俄罗斯改变立场。 为此特朗普还下了一剂猛药。 据新华社13日报道称, 5月底, 美海军第二舰队将派大量舰艇进入波罗的海。 参加波罗币海行动, 赴2019多国海上联合演习。 在这种敏感时刻, 美国跑到俄罗斯重点防御的后院发出挑衅。 无疑是一种笑里藏刀的举动。 但俄罗斯和美国打交道这么多年, 俄罗斯也早已经看穿了美国的嘴脸。 如果此次会晤不太愉快的话, 普京下次就再也不会轻易相信美国了。